大家好,我是小麦 今天我们来做一道蜜子椒盐香酥鸡翅 鸡皮酥脆,里嫩多汁,鸡肉入味 蜜子椒盐香气不比 好吃到连骨头都不香吐 做这道菜我用到22只鸡中翅 现在加腌肉的料,加入料酒一汤匙去腥增香 蒜粉半汤匙,让鸡翅有蒜香味 生姜粉1%茶匙去腥增香 白胡椒粉半茶匙去腥增香 加入生抽1汤匙,蒸鲜提味 如果生抽不太咸,可以加入适量的盐增加咸味 再加入泡打粉1%茶匙,让炸出来的鸡翅更加的酥脆 如果不喜欢,可以不加 把调料和鸡翅都抓匀 在视频的下方能够找到完整的配方 把腌肉的料都抓匀以后,再加入干淀粉大约2汤匙 让每块鸡翅都能裹上一层薄薄的酱 这样在后面裹干粉的时候才能粘得牢 拌好腌肉鸟的鸡翅,需要腌制至少3个小时 这样才能入味 现在来准备椒盐,需要花椒大约1茶匙 白芝麻大约半汤匙,还有适量的盐 把这三样混合到一起炒香 鸡翅里面的盐味已经足够,椒盐里面的盐就放一点点就好 炒香的花椒和芝麻,量量以后用粘磨鸡磨碎 再打开粘磨鸡盖子的那一瞬间,你就能感受到香气铺饼 这样做出来的椒盐真是非常的香 一次可以多做一点蜜蜂保存,这么香的椒盐用处很广 现在来准备炒鸡翅的料,距离的配方都在视频上 腌好的鸡翅,现在来裹干粉 干粉是面粉和玉米淀粉混合,按1比1的比例 把每块鸡翅都均匀地裹上一层干粉,然后放置15分钟 让裹的干粉变得有一点点湿润,这样在炸的时候才不会掉 这一步很重要,起一个油锅,把油温加热到大约160度 如果没有温度计,可以用筷子测一下 筷子的周围冒出这样的小泡泡,就说明温度大约在160摄氏度 如果你用空气炸锅,在油炸的这一步,可以用空气炸锅代替油炸 鸡翅放入油锅中,稍稍炸定型,滑散,以免粘连 全程用大火来炸,不要担心鸡翅会被炸糊 只要有蒸气出来,油温就不会升高的 鸡翅一直炸到,最后没有蒸气出来,油温就会升高 炸好的鸡翅会浮到油边上,鸡皮变得酥脆,这个时候就会出锅 炸好的鸡翅不用比较吃醋的啊 另起锅,加入少量的油,下蒜末,洋葱腻炒香 再下柴椒腻进行翻炒 炒香以后,下炸好的鸡翅进行翻炒几下 关火以后加入椒盐粉 还有葱花,翻炒均匀以后就可以起锅装盘 这道口感有层次,味道香的蜜子椒盐,香酥鸡翅就算大功告成 谢谢你来访小麦美食频道,欢迎订阅,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